在众多阴阴期盼的长辈们见证下 全国第一座公寓大厦阴法俱乐部 11号在中和世纪皇家社区正式挂牌启用 新美市社会局副局长林兆文表示 新美市有超过61万位 65岁以上的阴法长辈 所以今年修订了阴法俱乐部的补助办法 10月开放申请 希望让长辈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今年10月开始来对于英法俱乐部的承办单位 是来增加我们的参与的单位 所以公寓大厦包括咖啡馆 我们的休闲的场域 假如有空间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英法长辈 来做休闲祭典 让彼此都能够关怀活动 能够促进他的健康 我们都欢迎这样的单位来一起响应 协助政府推广英法俱乐部 而综合世纪皇家社区过去就曾经荣获 优良公寓大厦评选大型社区第一名 而且还是国中社会科的社区营造范例 是全国具指标性的社区 主委陈世宏表示 社区内65岁以上的警发长辈 就有150位以上 白天一样会有子女上班 两老在家的情况 所以这次申请成立英法俱乐部 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以及共餐 让长辈们彼此可以多些互动 互相陪伴 调查所有社区长者的相关的资料 让我们充分了解我们这边社区的长者的一个 基本一个资料 然后再开办各种课程 让他们白天能够踊跃的走下来 参与我们的相关的课程 并且运用我们的一个社区的设施 让他们不会独自一个人在家里面 这是我们要开办英法俱乐部最主要一个目的 中和区长赖俊达也特地来关心 并且执政加菜金 赖区长说 这是中和第50处的英法俱乐部 也是全国第一个公寓大厦的英法俱乐部 希望能够成为其他公寓大厦的表率 一起来共襄盛举 包括我们的进生房 还有游泳池卡拉OK 还有影视厅 那结合我们这次事务补助的10万块 然后来增添很多的设备 包括我们的按摩椅 脚底按摩等等 我相信能够打造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在地安居 热火的一个好的公寓大厦 而参与共餐活动的长辈们也都十分的开心 有人说和邻居闲聊吃饭 比起一个人在家吃要有趣多了 也对未来场地的运用有更多期望 不然现在年轻人都去西雄班 老花也没有伴 本主委就是办这个活动 要让老花开心 讲话开心 比较愤怒一点 你要吃饭 然后要做一些运动 甚至于你要有一些讲座 我觉得都很好 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未来可以有点类似像长照的那种概念过来 然后老人家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可以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呢 有这样空间的地方都能够做类似这样的事情 目前社区规划是一周两次共餐 未来打算和邻居的中会国小洽谈 和学校的营养午餐搭伙 以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让长辈有更均衡的饮食 赖俊道区长也表示会协力促成这项计划 记者赵世渊综合采访报道